芳香 闺蜜 聊聊天 来聊聊天吧 我是佑文 你想了解更多的芳香知识 还有芳辽式的日常生活吗 快把我们的粉丝专页 还有IG追踪起来 佑文我自己的粉丝团跟IG 是WNWN 晚晚的芳辽植物园 一新的是 一新芳香去 喜欢我们节目的人 也请记得要帮我们按赞分享 然后给我们五颗星的评价哦 哈喽大家好 我是佑文 今天我要跟大家聊什么呢 今天佑文要跟大家聊一下 就关于情绪 或是各方面使用精油的议题 像我们节目已经做了一段时间 那越越多的听众 就会问我们一些问题 我们平常都会讲一些配方啊 一些症状来去处理的方法 那有时候我们都只有简单讲 介绍精油的部分 有些人就问说 那佑文那我要用什么配方 我要怎么用 坦白讲我们就会觉得 这有一点点比较难去定义它 因为有时候我们也会可以 给出一个简单的配方 比如说A几D B几D C几D 这样子 就是扩箱或什么的 可是有时候 我自己也会在想 其实每个人状况 真的是不太一样 你说这个配方就通用全部吗 好像也不太一样 就像我们一样去咳嗽感冒 看医生 有的医生可能每次你去看 他大概都给一样的药 但有些医生他每次去看 他其实都会在有在变化一下 药物的一些排列组合 或者是分量跟剂量的部分 那这部分呢 我觉得这当然跟每个医生 跟他喜欢给的一个方式 与不同有关系 至于精油的部分 我觉得配方这件事 坦白来讲 也是有许多的变化跟玩法 那有的时候我比较喜欢给的是 一些基础的概念 让大家自己去灵活应用 或者是你可以去选择一些复方 比如说像诱文自己 就会有一些什么 好宝贝啊 好脾胃啊 好肝胆 深层宁静等等的配方 你可以在这样复方基础下 再自己去做一些微调跟变化 我自己是会觉得 这样子应用起来 是比较灵活一点点 也就是说我并没有很局限说 你一定要用A加几D B加几D这样用 当然这样的用法 对于大部分没有学过人来讲 他会觉得很简单 就好像有时候我在推广 金油的时候 有些长辈他们就说 那你就直接给我一罐 我就这样用就好 你就告诉我怎么用就好 这其实也是OK的啦 只不过因为我们这个频道嘛 就比较希望是用分享跟聊天的方式 所以呢 我们就会给大家很多 比较开放性的思考 那在这样开放性的思考情况下 就有人会问啊 那我想用你说的这个问题 比较情绪的 那因为你又没有讲配方 你又没有讲使用方法 那我到底要怎么用呢 其实我们也讲 金油其实很简单 你不要把它想的太难 你就想它就是生活当中的一个植物 它陪在你身边 它是拥有地球妈妈的强壮力量 那它吸收了很多日月精华 所以它拥有许多不可思议的力量 所以它就会很简单的来陪伴你 那金油为什么有这些功能呢 我们为什么说金油其实很简单 它就是可以休息就好 其实光休息它就会有一个功能 那为什么会这样 就明明就几滴嘛 那那到底是什么 其实真的蛮多人问我说 那你到底在做什么 你说你们这个金油有效是在哪里有效 为什么它可以这样做呢 那我相信大家应该也会收到这样的问题 那你要怎么回答你的个案 或者是你的亲朋好友 其实啊大家也不用想的太复杂 金油呢或者是人体 其他就是一个相对复杂 但其实它也相对简单的一个东西 人类呢主要会跟其他动物啊 或者是植物等等的东西 不太一样的地方 在于我们会有一个很发达的中枢神经系统 那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会分为几个部分 首先第一个我们可能会分为大脑 小脑脑干跟脊髓 那我们常常说脑干就是所谓的生命中枢 它会管控你的一些跟生命现象有关的 像是呼吸啊心跳眨眼喷嚏咳嗽 这些现象其实都是脑干所管控的 所以脑干呢是我们的生命中枢 那小脑呢则是主要是管运动的平衡方面 所以我们常说小脑就是运动平衡中枢 那脊髓呢大部分都是在做 不需要经过大脑的 就是不用脑的 我常常都跟学生说 没有大脑的人都用脊髓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技法 所以你不需要经过大脑的反射行为 你大部分都会直接透过脊髓来去做一个反射 比如说呢你被烫到以后立刻把手收回来 这样的一个动作现象呢 其实就是由脊髓所控制的 但是如果你有感觉到痛 或感觉到很烫 那这时候呢 这个讯号其实就有经过大脑来去做判读了 所以像这样子有感觉跟感受的一个行为 其实就代表你的神经讯号是有传到大脑的 这样我们就称之为大脑为感觉中枢 或者是我们的思考中枢等等的 那它跟脊髓主要是差异在哪里呢 我们的脊髓呢 主要是管控 就我们一样被烫到嘛 那我们的讯号就可以走走走 先走到脊髓 那脊髓为了保护我们自己 不要再被烫到 因为你要等到大脑发现 哎呀真的好烫啊 赶快把手收回来 这可能又过了零点几秒 这时候你手的受伤程度可能就变得比较重 所以当你被烫到摸到一个很烫 或者很刺痛的一个东西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你的脊髓会立刻叫你的这个手啊 赶快收回来 就这个讯号先不经过大脑 它就可以先命令它 赶快把手收回来吧 它就传送这个讯号 到所谓的运动神经元 再传到动气的部分 然后快速的把手收回来 这时候神经讯号会再继续的传递到大脑 传递到大脑的时候 你才会感觉到疼痛 不舒服的一些感受 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 你是把手收回来以后 你才感觉到这些情绪的一些变化 或是一些不舒服的感受 这就是来自于它的神经讯号传递 它会有氛围反射跟思考的部分 大脑当然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器官啊 我们刚刚也说了 它管控了我们的感受思想 行动跟一些运作 所以它也会去协调我们的不同的一些器官 或者是内分泌的协调性 比如说我们像我们要运动好了 我们刚刚虽然说小脑是运动中枢 可是呢 你要命令你自己运动 那么这是大脑去命令你的肌肉 去做运动的一个现象 可是你运动的平衡性要好 运动的比较好 那就是由小脑来管控的 所以他们彼此其实还是有存在于 协调跟互相配合的一个关系 那这些因素呢 很多都会来跟大脑是有关系的 所以你会发现 精油进入大脑的这件事情 就会影响到了许多 我们常在讲的情绪管控啊 或者是让我们有达到抗菌抗病毒 或者是一些相关的功能性的部分 就会跟我们的大脑是有关系的 那为什么精油跟药物会有所不同呢 其实所有的治疗 我认为都是相辅相成的 也就是说主流的西医或者是中医 或者是其他的瑜伽运动冥想 其实大家彼此都是可以互相辅助 可以一起使用或者是穿插使用的 原因是在于西药 它当然有它特殊厉害的地方 所以它才可以成为现在的主流医学 但是也有许多是它没有办法做到的 就像是传统的药物 其实能够进到大脑的部分 事实上是很难的 因为我们的头的部分 有所谓的血脑屏障 这个血脑屏障 它其实是一个有高度选择性的 一个半渗透性的一个边界 它会好好的把我们大脑的 大部分的东西都包裹起来 那会围住我们大脑的部分 还有这血管 那这血管呢 它的里面的这个内皮细胞 会排列的非常非常紧密 一般来讲 我们的围血管呢 事实上是会稍微比较松散一点点 方便你的白血球 或者这些组织液 可以自由自在的进出 可是呢 在大脑附近的这些围血管呢 它们就会排列的非常非常的紧密 那目的呢 就是要保护大脑 不要被这些外来的东西呢 或者这些可能的危险物质 去干扰影响大脑的部分 毕竟我们讲过嘛 大脑是我们身体上重要的 一个中枢的部分 那它管控了许多的内分泌 跟神经相关的协调功能 所以这到时候 大脑当然会有一个自我保护机制 就是所谓的血脑屏障 那这个血脑屏障呢 因为它有细胞之间非常非常紧密 几乎是贴在一起的一个连在一起 所以这时候它会让很多东西 其实是没有办法过去的 那这个时候没有办法过去 当然第一个是达到保护的作用 第二个它也达到一个现象 也就是一般的药物 其实是非常非常难入大脑的 所以在许多的治疗上面啊 只要你的肿瘤有转移到大脑 都是非常非常的麻烦的一件事情 那我不晓得大家对于这种 像是肿瘤相关的一些事情 有到什么程度的了解 其实很多的肿瘤啊 它可能是肺癌啊 或者是一些淋巴癌 或者是一些什么地方的癌症啊 或胃癌等等的 它们都可能会透过血液的方式 慢慢的转啊 转了癌症的细胞 就会开始扩散 那有的时候这个小分子非常非常小 其实你在一开始 它开始转移的时候 这个癌症细胞可能原本是在肺 或者是在某一个器官 但它也有可能会是 透过血液的方式慢慢转移 但这个转移的过程 其实你都来不及发现 因为它事实上是非常非常小的 你很难的去抓到它 那我们最怕的就是 它转移到大脑的部分 然后它还没有转移到大脑 或者是你还是在很多的 断层上看不到的情况下 其实你就已经有相关的症状 就是所谓脑转移的症状 你可能会有一些表现 比如说你可能会有尿失禁 或者是有一些单侧的肢体障碍疼痛 或者是你有可能会突然觉得 哎好有点头痛啊 或是突然开始呕吐 或是走路的方式有点不太对称 这些都有可能是脑部 有肿瘤转移的一个现象 但是呢你会发现 有时候你去检查的时候 又好像检查不出来 就在于这些肿瘤细胞 其实是用非常小的分子 慢慢慢慢慢慢的跑到你的大脑 所以等到你发现的时候 其实有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那当然这个肿瘤的部分 所以我们并没有要做很深度的探讨 我们今天还是回到精油跟大脑之间 还有身体的影响的部分 那这时候你就会发现 大脑呢 其实也会为了要保护这些东西 不要进到身体里面 不要进到大脑里面 所以这时候它就会形成一个闲脑障壁 那这个闲脑障壁当然是好 是保护它大脑的部分 让入侵的现象可以大幅度的减少 但反过来 如果这个肿瘤细胞 真的跑到大脑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在治疗上又很辛苦 因为很多的药物其实是很难进入大脑去做治疗的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几乎都只能做放疗的方式 就放射线的方式 去对你的大脑去进行治疗 那甚至有很多的化疗药物 事实上是没有办法很好地到达你的大脑 所以对于脑部种 我们一直以来都是很困扰的 就是在于这个现脑障壁的部分 但是精油就不太一样 为什么 因为我们刚刚讲过 这个现脑障壁 就是它的这个细胞之间 排列得非常非常紧密 它们几乎是黏在一起的一个现象 所以这时候呢 它就粘得很紧嘛 它还是会有一些小小的空洞 这时候就会让非常小的分子 还是可以过去 那加上呢 这些细胞其实大部分都是脂溶性的 就它最外面的地方会有脂质 所以这时候精油 为什么就可以很好地进到大脑 因为我们的精油就是脂溶性的 而且我们的分子非常非常非常的小 就刚好可以穿过现脑障壁的部分 所以这时候大部分的传统药物 都是因为可能这个分子太大了 或者是它是水溶性的 它的轻止性的效果不好 所以导致于它其实这些药物 很难到大脑里面去攻击 这些它们想要攻击的部分 但是精油分子 因为它非常非常小 又刚好是脂溶性的 所以它对于进入大脑 来去做一个治疗的动作 事实上是相对于其他药物来讲 是非常非常容易的 也因为它很容易进到大脑的部分 所以它就很容易可以去帮助你 去改善情绪 心理压抑 这些由大脑所控制的一些部分 那构成精油的这些分子 因为它很小 又很容易挥发 所以有些的书上也会叫它挥发油 或者叫芳香油 这都是有可能的 那这时候人类的鼻子 也会把它侦测为气味 因为它会有一些味道的一些表现 所以它分子又很小 所以其实你在使用精油的时候 也不用想太多 其实你就透过嗅吸 它就可以达到一个 还不错的一个效果 这就是为什么坊间 其实最一开始 大家在接触精油的时候 最简单就是买个扩香机 如果你要使用水氧机 你可以使用纯露 我没有觉得水氧机不好 它其实很漂亮 我家里也有水氧机 所以你可以用纯露放在水氧机里面 但是如果你使用的是纯精油的时候 我还是会建议大家 尽量使用那种震荡仪 就是它不要去接触水分 或是什么样的方式的 嗅吸方式 所以建议大家就是买那个震荡仪 或扩香仪的方式 来去使用你的精油扩香 或者是你可以把它滴在扩香木 或者是扩香砖上面 都是可以的 那我们刚刚讲过精油 它是一个脂溶性的 所以脂溶性的精油 它当然就很容易进到你的大脑里面 因为大脑的心脑胀壁的 这个外面的细胞 它其实也是脂溶性的 那它还有什么好处呢 脂溶性的精油 当然很容易去影响脂溶性的这些荷尔蒙 像是所谓的性荷尔蒙啊 类固醇 甲状腺激素等等 也都可以去因为这样子 去改善你的大脑的一些状况 跟情绪的影响 这就是为什么精油跟一般的药物 还是有所不太一样的地方 有些呢药物可以做到 但是精油可能做不到 有些呢精油做得到 但药物做不到 所以我才一直在强调 并没有谁比较好 或谁比较不好 或谁可以取代谁 谁是第一名 谁是第二名 我觉得所有的疗法 其实它们都是相辅相成的 也就是说在使用精油的时候 其实你还是可以搭配 你的药物去做使用 只不过如果你再使用一些 非常特殊的一些药物 比如情绪治疗 或忧郁症等等的 有些医生他会直接跟你说 你如果有在用其他的中药 或者是一些东西 你必须要告诉他 他可能可以会替你调整剂量 但是你在使用精油的时候 也是一样的 你如果在有使用一些特殊的药物 比如说情绪啊 或是一些特殊治疗型的 一些大脑相关的药物 你在使用的过程当中 最好还是咨询过你的医师 或者是你的方疗师 来去确认这样的东西 是不是可以同时使用 还是要交错掉时间来去做使用 这部分还是要请大家注意的部分哦 那精油到底是什么 我相信之前我们前几集已经讲到烂掉了 大家可以去看精油化学的那一集 我们其实在一开始有讲 精油其实就来自于植物啊 这些灌木啊 花卉啊 果实啊 根啊 金啊 叶啊 果皮 树皮 等等的一些 来自于植物的一些能量 那这个植物它就是来萃取来自于日月精华 它真的是失收太阳的光的能量 然后呢 吸收了土壤的能量 吸收的是阳光空气水的能量以后呢 来去浓缩转换成植物所需要的这些精华 二次代谢产物 最后呢 再被人类呢 去做过 不管是冷压的方式 或者是蒸馏 或者是超灵界萃取等等的方式 来去得到的这些精子的部分 那这就是精油 那精油其实在历史上面已经使用 算是行之有年啦 包含这些精油其实有一些药 也会做成药物的方式 像是乳香跟墨药 它们两个就常常在一些古代的伊点啊 或是中药上面 常常被相辅相辅成的搭配来去做使用 那来自于乳香跟墨药 它们有很好的协同效果 那协同效果在这一季 我们就先暂时不谈 我们就是在你们focus在这个精油的部分 还有它的使用方法 所以你就会发现这时候怎么样 精油呢 事实上它就是植物的精华 它可以很好的进入我们大脑去影响 所以如果有人问你说 那你要怎么去使用 其实最简单就是嗅吸 当然你进一步可以再去搭配 所谓的精络啊 按摩啊 瑜伽 冥想 它也一样可以达到不一样的一个效果 那只有精油有气味吗 当然不是啊 其实你会发现很多的植物 它也都有气味啊 像我们家里常吃的玉米油啊 花生油啊 或者有时候我们吃一些核桃酥 或者是外面有一些食物 它是用橄榄油做的 这时候你会发现你把它放在一个容器里面去嗅吸 它其实也是有味道的 那这个味道其实也是植物的精华的一些成分 那像最常见 大家日常生活当中最常遇到的这个精油 其实有时候反而是薄荷 因为薄荷凉凉的感觉 其实让很多人都容易有记忆的感受 然后会觉得凉凉的感觉很舒服 那这时候也是因为精油的这些气味分子 就是薄荷里面的这些气味分子散发出来 那或者是我们去泡澡以后 我们会闻到可能这个檜木桶 会有这个檜木的香味 那这个香味可能也来自于 檜木精油的这些成分 有效的成分来挥发出来 所以被我们嗅吸到 那你说啊 那一个精油就这么一滴 难道就真的有那么有厉害的效果吗 那又有为了这件事去稍微查了一下点击 我觉得蛮有趣的一个数据 给大家参考看看 有一个书籍他有写说 他说啊 一滴的精油里面 大概有四千金个分子 什么是金呢 这边帮大家科普一下 我们在小学学数学的时候呢 我们有交一个单位 就是个十百嘛 对不对 千万 然后十万百万千万亿 对不对 那所以我们中文呢 就会用数学的英文的第一部分 我们是用三个零为一个小点 对不对 所以呢 你会发现英文就是 操人的部分 他就三个零 然后为一个点 他就三个零 三个零一数 但是中文的话是四个零 四个零一数 所以四个零是万 然后呢 在八个零就是谁 亿 然后在十二个零就是什么 赵 对不对 就是四 四八十二嘛 就是万亿赵 再上去的话就是什么东西 十六个零 十六个零就是金 东京的金 北京的金 金 然后呢 千的话就是三个零嘛 所以四金 四千金 不是 不是四千金 不是那个千金小姐的千金 是四个千 就是亿万千的那个千 然后金就是东京的金 金度的金 所以四千金就是四 然后后面有十九个零 因为金就是十六个零嘛 那千是三个零 所以加起来三加六 就是十九个零 所以四千金就是有十九个零 这么多的这个分子 所以一滴的金 有我们觉得就 就这样一滴 其实里面竟然 哇塞 有四乘以十的十九次方 这么多个分子在这个里面 那我人体有几个细胞呢 这个数字我觉得也非常可爱 这个数字 我是不是很确定 它从哪里来的啦 但是我觉得是可信的 他说这个人体的细胞 大概有一百兆 那我们刚刚讲过嘛 就是万亿兆 兆就是十二个零 那百就是两个零 所以总共是十四个零 所以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面有 一乘以十的十四次方 就是十四个零啦 我们后面有十四个零 这么多的这个分子细胞 所以我们人的身体有 一乘以十的十四次方 这么多细胞 但是一滴的金油分子 竟然它的分子数字 超过我们的身体很多耶 所以我们这样平均的下去除一下 就发现 我们用四千斤去除以一百兆 就发现 每一个身体的分子 都可以分到四十万个气味分子 真的是蛮多的耶 四十万很多 如果换成钱该有多好啊 应该四十万 有很多人月薪两万多块的话 一年也大概就是四十万嘛 对不对 所以你就发现这个四十万分子 是很多的哦 也就一滴的分子 它竟然可以让我们 如果我们每个身体分子 都去得到它的话 那大概就有一个细胞 就可以得到四十万个分子 所以这个数字 是不是相当来讲 有点很多的感觉呢 所以不要小看 这一滴的金油分子 其实它的效果啊 跟它的分子数字 是非常非常多的 所以它的影响 当然也很厉害啦 那我们刚好讲过 这个血脑胀壁嘛 这个血脑胀壁 它其实算是有 办所谓的选择性 办透模 就是它可以选择的 所以它可以去避免一些 有害物质到达你的大脑 跟脑脊髓液的部分 但是它又可以选择 让一些我需要的 像是一些气体啊 或是营养激素等等 让这些小分子进去 所以你也可以这样想象说 这个所谓的血脑胀壁 像是一个选择性的开关 或者是过滤器 让一些特定的分子通过 那这些可以容易通过的话 像是氧气啊 二氧化氮啊 酒精啊 少量的药物 跟一些麻醉剂等等 它实际上是可以进入大脑的 那金油分子因为它也非常非常小 所以它就很容易带着 这我们刚刚讲的四千金 哦真的超多的 四千金这么多的分子 来进到我们的身体细胞里面 那我们在金油化学的时候 也会告诉大家 金油分子主要是什么 主要是碳氢氧嘛 主要是碳氢氧为主 那会有少量的含氮跟含硫的分子 它通常含氮跟含硫分子的金油分子 通常就会带有一些特殊的臭臭的味道 就是有时候你会觉得 有个稍微的金油 大概就是有 它里面可能就含有含氮分子 或含硫的分子 那但是呢 大部分的金油分子 主要是由碳氢氧来去做构成 这些则主要也都是一般的 有机物质的主要成分 所以这跟人类的生物化学的相容度 是算是相当的高 也就是说我们人体有很多的细胞 也都是主要以碳氢氧 这三个原子来去做组成的 所以他们彼此之间呢 就比较容易共通 这也导致于研究 有许多都证明了金油其实是可以很有效的帮助我们对抗感染啊 去平衡我们的情绪 调节我们的荷膜 并且去帮助我们细胞再生 金油在许多的研究上也告诉我们说 金油其实是可以去增加细胞膜的渗透性 并且可以去影响这个细胞膜外面的这个细胞受气接受讯号的方式 所以他就可以达到让你就是活化 比如说像是沉香醇啊 虚拟草里面的沉香醇 他呢在研究里面就告诉你说 他可以很好的去活化 伽巴的镇静效果 然后呢来导致于你可以来达到冷静的一个现象 那所以当我们有情绪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 有些人就是在情绪高昂的情况下 他会去嗅吸真正虚拟草来达到 Countdown的一个现象 就来自于这些金油分子 其实可以很好的去激活你的Gaba 然后呢来达到一个镇静的效果 所以我们发现金油在许多的研究里面也会发现 他其实是可以增加细胞膜的渗透性之外 他还可以很好的去影响我们这个细胞膜 外面的这个细胞受体 接受讯号的方式 他可能可以去活化 或者是抑制这些化学讯号的传递 来去影响你的情绪 可能让你情绪比较高啊 或是比较冷静下来的一些方式 那金油要怎么样达到我们的大脑 其实它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过程 人体呢有许多的感光 我们在前面几集也有提到 我们可能会有听觉 视觉 味觉 跟触觉 还有嗅觉 那气味呢 它就是透过嗅觉嘛 那嗅觉它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位置 它刚好就在我们的鼻孔 它也是最接近我们大脑的一个部分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嗅觉细胞啊 它事实上就是属于脑细胞的一部分 那鼻腔里面呢 我们会有所谓的嗅上皮层 这是人体大脑唯一直接暴露在环境的 外面的地方的一个大脑的细胞 那这个嗅觉通道呢 通往这个嗅觉神经呢 它事实上也刚好是这个 血脑胀壮壁最薄的地方 一般来讲 我们大脑周围的血脑胀壁 它大概有八个细胞 那么样的厚度 来去保护我们的大脑 避免这些外来物质的干扰 可是呢 嗅觉神经附近的这个血脑胀壁 大概就少了一半的厚度 大概只有四到五个细胞的这个厚度 所以它的血脑胀壁变得比较薄 它离这个大脑的这个神经的这个部分 也是变得比较近一点点 所以嗅觉呢 就被认为是可以进入大脑 最有效的一个方式跟途径 所以你可以透过简单的嗅吸 就可以来去影响你的大脑 这就是为什么有些麻醉也可以透过吸入的方式来去做进行 这个现象呢 就好像我们小时候在解剖青蛙的时候 或是解剖小白鼠 当然啦 小白鼠因为是哺乳类 所以没有那么容易 但是青蛙因为是两生类 所以其实你只要把乙迷粘在这个棉花里面 盖住这个青蛙的口皮 它很快的就可以被麻醉掉 然后就会昏睡的方式 或者是有些人是直接用酒 就是你在喝的那些高浓度的高粱酒 直接就把青蛙呢关在里面 它其实过一段时间就发现青蛙因为是两生类 所以它的神经系统相对来讲比较低等比较简单 它这样子就可以很快的被麻醉 那小白鼠的话 因为它是哺乳类 它的神经系统市场是比较发达的 所以你就比较难就是用眼珠口皮的方式 让这个小白鼠昏倒 这时候我们可能用透过注射的方式 那当然有些高强效的麻醉剂 就是你们常在电影里面看到的变态的人呢 他们就会把那个所谓的麻醉药啊 或者是一些迷幻药 放在这个手帕里面 直接就是捂住这些少女或者少男的这个口鼻 直接就是捂住强行的捂住几秒钟 或者几分钟以后 这个少女跟少男可能就会立刻晕倒 这也是为什么就是会有这样的现象原因 就是因为这个麻醉呢 它事实上也可以也是透过这个嗅觉的方式 进入这个嗅上瓶层 然后去影响你的大脑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也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去解释 精油为什么可以这么快速 而且有效的影响我们大脑的一个现象 那气味传到大脑速度呢 我们刚刚也讲了 它事实上是比其他的像是听觉啊 等等的味觉嗅觉来的更快一点点 那为什么呢 因为其他感光呢 它它必须要先传到大脑的其他区域 去做判读以后 才可以传到大脑的情绪控制中心 可是嗅觉呢 它可以直接的去接触到这个大脑的边缘系统 并且去影响性人和的部分 这使得嗅觉也就是我们第一个去影响情绪 去解决你的忧郁啊焦虑啊 躁遇啊不舒服 情绪高昂低落紧张 然后等等的一些情绪问题 最快速的一个方式 所以很多的人在处理很多的个案的时候 其实发现只要去给他选一个最简单的精油 甚至你不需要太困难的一些选择 只要这个个案的问题是一些比较日常琐碎 不那么深奥的情况下 你事实上就把你的精油排开来 让他一个个去嗅息 他选了一个他喜欢的 可能是很简单的甜橙 可能是一个很简单的真正薰衣草 他随身待在身边 光是透过嗅息 他可能就会感觉到很快乐愉快的感受 就可以帮他做一个很好的情绪 切换的一个状态变化 这就是精油他最厉害最有效的一个方式 那当然我们也可以在处理一些 比较复杂的个案的时候 我们就会进行复方的配置 那复方精油的强大 我们就需要去解释到协同作用 这个部分我们会换另外一天 然后专题来去介绍这个所谓的协同作用 只是听到这边 我不知道大家对精油的理解到什么程度 那我们在这一集 只是要简单的告诉大家 不要把精油想的那么难 不要一味的追求配方 其实大家都可以好好的去收听我们的节目 或者是上一些简单的小课程 学习练习更加了解这是精油 因为很多的人常常跟我们的反应就是说 这个书上写的 他们写的功效是为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有时候我常就觉得那种古书上讲的一些成语 都是有它的道理的 我记得有一句话叫做 尽性书不如无书 也就是说你一直相信书本上告诉你的 田城会怎么样 红菊会怎么样 真正薰草会怎么样 其实你不如实际的去体验它 去感受它 那听我们的节目的时候 你也可以一边听以后 真的把你的精油拿起来 深层的嗅膝 单独的去感受每一支精油 给你的身体变化 或者是情绪感受 这时候你就比较能够理解 书上他们所讲的这些作者 他们认为的观点跟概念 是什么样的感受 这个气味的层次感又是差异在哪里 那如果你说一开始我闻 我真的闻不出来 我是麻瓜 没有关系的 第一次闻不出来 第二次再闻 第三次再闻 隔一天以后情绪不好的时候再闻 心情很愉悦的时候再闻 每一次每一次 它都会让这个精油分子 很好的去触动你的神经细胞 去激活你的嗅觉的部分 那在嗅觉不断的被刺激活化的情况下 你会发现隔一段时间 可能是半年 可能是一年 你会发现你的嗅觉会慢慢变得敏锐 你对于身体的感知 会慢慢慢慢的变得敏锐 容易觉察 也就是说你比较容易感觉到身体的一些变化 这个变化并不是不好的 你可以透过这些变化的一些改变 更提前知道自己身体的一些状态改变 进而去提早去做一个预防 剩余治疗的一个动作 这时候我觉得对于身体的一些问题改善 都是一个很棒的发展 也就是说你在情绪议题的时候 你可能会寻求精神科医师或心理智商师 但这时候你开始学习精油使用精油以后 你可以慢慢去感受这些气味分子 透过光是这么简单的嗅吸方式 像我们刚刚一路讲来的 这些嗅吸它可以去影响你的大脑边缘系统 进而影响到你的性人和改善你的情绪的问题 那这时候你慢慢的去感受这些气味分子 这些情绪的一些变化跟波动以后 慢慢的去理解自己 自我的去觉察自己身体的变化 那接下来你就可以尝试着 透过这些简单的方法 透过嗅吸精油或者是吸湿按摩以后 或者是泡澡 或者是加入你的沐浴乳里面去洗澡 加入你的保养品里面去做按摩等等的 都是可以的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会发现 你可能情绪会慢慢回归稳定 接下来你就可以慢慢慢慢的减少 药物的依赖于使用的频率跟剂量 这时候其实对于身体也是一个很棒的改变 当然如果你正在使用药物的时候 并不建议大家贸然的停止使用你的药物 因为你的状况呢 事实上是需要医生来帮助你去配合 去调整你的身体状况 所以如果你有使用药物的情况下 你最好咨询过你的医师或者是你的方疗师 怎么样去做搭配使用 那如果你对精油有任何相关更深层的问题 其实我真的蛮鼓励大家可以去上一些小型的课程 或者是相关的证照课程 这个课程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得到什么执照 或者证照来去做 好像我变得比较厉害啊 我有这个证照怎么样 其实不是的 而是透过一系列比较系统性的学习 可以再增加我们对这相关的专业知识 还有一些精油的优劣比较 一些成分配方的判断 都可以有更深层的了解 也能够更加的用不同的派系 不同方法认识自己的身体 认识自己 然后进而去帮助到身边的人 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那我希望我的这个简单的解释呢 可以让大家理解 就是说我们光是透过秀西 其实它就拥有很强大的力量 它能够改善我们大脑的一些情绪与感官 那当然呢 你说精油的抗菌等等的 我们有机会也会再继续陆续的介绍 那如果你喜欢今天这一集 也欢迎你帮我们按赞分享 并且留言给我们 关于情绪议题 当然非常非常广泛 非常多人去询问我们 那我觉得大家可以先透过简单的秀西 来慢慢去体验一下 这些精油分子跟气味分子 对你带来的感受 那如果你有相关更进一步的问题 也建议你真的要去咨询专业的方疗师 不要吝惜花这些钱 你会觉得好像去咨询 好像花了一两千块怎么样 其实我觉得这其实是给自己一个机会 去更加的认识自己 然后去理解自己的身体跟情绪 有时候你会发现这些钱 可能会付出去以后 可以带给你身体的影响 会带给你身体 会有更多很美好的转变 那我是幼文 今天的分享到这边 希望你能够慢慢认识自己 改善自己的情绪 每天都开开心心的 让金有陪伴你度过一天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